那本来是4要把它变成14 因为10再加4不是14对不对 那方法当然很多 你可以用这个地方可以拉伸过来 拉过来之后再输出 10Enter就好了 10Enter 那这样的话就会再增加10 就变14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不过你变成拉的时候 你怕会有角度上的误差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修改里面有个叫做调整长度 那以前是要有一个LEN的指令 不过我觉得这地方 那已经有一个修改调整长度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地方来做就好 调整长度 然后呢它会选取一个物件 然后就选它 选它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再输入一个指令 叫总长度 TEnter T因为我们修改的是那个T 就是总长度部分 然后呢总长度要改成多少 改成14Enter 刚刚没有选 好点一下就好了 输入14之后的话呢 你这个线段呢 就会被修改为14 直接从修改里面的调整长度就可以 那你这地方如果再重新 再去查一下就14 就是调整长度就可以了 好那这条线就14 14就是它要的结果了 接下来的话呢下一个线段 它有一个角度是多少 它跟前一个部分的话 那这边它有一个像这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是画到这边嘛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这边它告诉我们是105嘛 这个角度105 那这个 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 39 没有在这里啦 120 120嘛对不对 有没有 因为 上面这个地方120 那这边也一定是120 因为它上下的关系 所以这边也是120度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可以用相对坐标 就可以画出120的这个角度 那也就是我直接用那个线嘛对不对 直接在这边点一下 那相对于上个坐标 你会发现这个方向是 是0度有没有 那0度的话呢 假设说我今天要画出一个120的话 那也就是往这个方向是回回来多少60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0度嘛 然后回来的话 它变成负的 所以呢就是变成360 用360来扣掉60的话 应该是多少 300 也就是说你看到300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的角度 300 好300 300出现在给长度 长度多少呢 长度20 20 Enter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画出这个线段 画出这个线段之后呢 再来下面还有一个12 对不对 那相对于 现在假设我们又拉0度 就是这个方向是0度 对不对 那0度的话呢 当然它这个地方 135 对不对 我们拉0度 那135 另外等于是另外一边 180再减掉135 就是多少 45 所以也就往这个方向45度 有没有 就是我们要的角度 45度 45度之后的话呢 再给这个距离多少 12 好 Enter 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把这个接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就完工了 好 所以相对于上个线段 特别注意说相对的 反正就是 我们只要知道其中一个 像刚刚画这条线 就是这一个嘛 那这个角度就是 反正180 减掉它 就是45度 那因为它是 这条线 这个方向是0度 那往这个方向 因为是逆时针的 所以是 是正的45度 那就会得到这个角度 所以用相对于 上个角 上一个线段的这个球角度方式 其实非常的方便 因为如果说你要用以前那个旋转来旋转去 那个要转很麻烦 转完之后还要再调整那个长度 那这个方式很快就是说 你只要有角度输入它的长度 就没有问题 就OK了 所以这个方式可以多利用 这也是一种 如果说你那个图形里面很多角度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再来我要画的是右半部 等于它的尾巴的部分 第一个45度 所以从这边 那距离15 先找到45度 输入15Enter 然后再来拉水平 这个水平比较简单 距离的话是10Enter 再来的话一样是45度 所以再拉一个45度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看 它有两个嘛 有没有一个是下 比较偏下面的是相对 那上面还有一个是绝对的 那你可以看绝对的 比如现在是45度 直接就输入15就好了 Enter 那再来的话呢 过来有没有 拉水平之后呢 碰到这个焦点 碰到它 碰到水平的焦点就好了 不过有的时候会容易干扰 记得拉一个水平 水平 180 在上面有180 碰到它之后点一下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图形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这个就是善用所谓的那个 极座标里面的这个设定 那特别注意 初始的角度 我是给它5啦 因为 这边的角度还好 它没有说还有个位数字 否则你这个地方 就会比较麻烦 那都5度就好 设定的话呢 就相对于上一下 那最后你做完之后 建议你们可以把它调回来 否则你将来又会一下又相对 一下又绝对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搞不清楚 那特别注意 所谓的绝对 绝对的做 绝对的那个角度就是 像这样画一个 0度 90度 180 270 这个是一个 绝对的 不会改变的 那相对的话 你就可以 跟上个线段相比 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试试看这个部分